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5日10点40分联合报记者刘赵玉吉 时报导欧尼尔力挺詹姆斯认为他用批评队友的方式没错 这就是领袖该做的事 美联社分享洛杉矶湖人进来球队状况层出不穷 让一哥詹姆斯来布隆詹姆斯公开批评队友表现并呼吁该找回专注力 引发各界讨论 而过去也曾担任过湖人门面的退役中锋欧尼尔沙基尔奥尼尔 今天也支持詹姆斯的做法并认为这就是身为球队领袖该做的事情 湖人本季在找来詹姆斯筑拳后上半季表现一度让人惊艳 不过随助季中詹姆斯因为复古勾伤是长时间缺阵 湖人表现急转直下 就连詹姆斯归队后都无法帮助球队找回节奏 让他日前公开批评队友不该为了外界的十分心 必须找回在场上的专注力 对于詹姆斯的做法 湖人名宿欧尼尔今天在节目上也表示支持 并认为这就是身为球队领袖该做的事 过去我总是在做这样的事 行 不然为什么我和布莱恩科被布莱恩特兼总是充满矛盾 詹姆斯并不是带助恶意说这些话 反观他是很聪明的人 就如同他说的 如果你不想被交易 那就上场拼命打球吧 而身为胡人死忠粉丝的美国饶舌歌手 史努比狗狗斯诺普多格在日前也痛批胡人表现 放话要用五美元兽 出个人胡人本计计票 并为詹姆斯的处境打抱不平 给詹姆斯多一点协助吧 因为现在这些傻蛋什么也没办法做 只要五秒多功能运动手环 限量运动包 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烈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